精英杯分組賽而施旺角場挑燈夜戰 藍衣的東方龍獅擺下擂台 迎戰勝斑馬進鋒 手場大好形勢下被魚丸保時連入兩顆反勝 東方龍獅自然希望打開勝利之門 李家耀看到定傳中 鄭子森美處趕到 可惜射上無人觀中席 如果他的踢球星圖 像這一球般飛到那麼高那麼遠就好了 做不成主角做配角一樣可以出頭 回後比躺下的新組拉弓射得太正 迪高因雙缺陣 梁振邦和葉蓬輝又暫列後比 今場站隊隊長的機頓 避章只是帶了不夠半小時就要脫下來 這位中堅鐵漢和對方碰中後倒地 不能夠繼續比賽 要由大佬梁冠衝入體 賽制規定每隊必須派不少過三個U22球員上陣 今場擔正的鄭子森表現活躍 左路快放等艾華頓 將黃金機會放到口邊 還哪隊有得正呢? 東方龍獅帶著一球優勢回更衣室 雨越落越大 但球隊入球機器都沒有壞 艾華頓偷掉對方的球 想造就後上的盧卡斯 可惜炒了落球底 攻勢越來越近磅 而機會這家野除了靠自己爭取 有時還要靠別人給的 進鋒球員減陽送禮 艾華頓難逃折擊 推掘門帳才送入空門 東方龍獅拉開到兩球優勢 同樣topfit的森仔被對方剷到飛起 咳咳咳咳咳咳咳 維安全計都是收起來穩陣些 剛才提過 機會除靠人給 也要自己好好把握 新組這一球射中尾 波展專門落在艾華頓腳下 可惜燙射又過不了對方門帳 真正的機會主義者 是王力威才真 艾華頓假身仰落底掛出來 拿fit在適當的位置 做最適當的事 將正益杯變成自己舞台 王力威今鋪認真威 艾華頓再離考長傳 拿fit單都面對門帳送入 由青年軍提拔上一隊之後 第一次梅開二道 還當輸了今場最有價值球員 他說多謝真主保佑 還有主帥李志堅和整班隊友 東方龍獅尾段還未收夠首播 新組次落來在全球造星 給機會兇殺的艾華頓 完成加盟之後第一次武子棄法 東方龍獅大勝5比0 打開今季的勝利之門 不過球迷最期待的 應該是盡快可以入場撐球隊